大片铁皮残骸横躺在建筑前方 山途而台风来势汹汹在菲律宾巴丹岛带来灾情 台风都还没真的抵达校园走道 已经凌乱不堪 散满树枝残骸还有座椅 就连室内也因为门窗毁损到处湿湿搭搭 菲律宾民众直击顶楼铁皮屋遭到彻底吹烂 然而现场的风雨还在持续增强 大雨也下个不停 山途而台风也影响菲律宾北部老卧市地区 当地河水持续暴涨逼近桥面 部分地区也传出淹水灾情 福建省渔城海域和沿海将出现一次显著风浪过程 福建省渔船陆续回港躲避台风 因为大陆方面预估山途而恐怕带来高达 14级强阵风和5.5公尺以上的巨浪 威力不容小觑 受暖化影响这几年不论台风和飓风 强度都越来越强 雨水也越来越多 恐怖大浪席卷沿海的道路 这些宛如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 可是上礼拜才真实出现在佛州 居民原本为了享受海边风光 购买靠海的房屋 如今却屡屡遭受飓风重创 整片住宅区像是被轰炸一般成为废墟 海伦就算登陆后快速减弱 但狭带的惊人雨量 还是为所到之处带来严重淹水 北卡甚至出现百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但我们再往上升 你可以看看这巨大的灾涨 沙兰娜河河 超过27岁 这是新级的记录 重灾区阿什维尔大片范围泡在水中 截至当地29号 美国东南部灾区仍有超过200万户 无电可用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百人 很多的商业都完全崩溃了 我从来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天纳西州还一度有医院遭到洪水围困 导致50多人得爬上屋顶求救 出股海伦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恐怕超过千亿美元 相当台币3.1兆元 全球极端气候轮番上演 适逢雨季的尼泊尔也暴雨成灾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滚滚黄水 沿着建筑往下冲 整座城市成了一片汪洋 甚至有金身佛像一半泡在水中 灾情相当惨重 大雨也在尼泊尔多地酿成土石流灾情 当地一座果菜市场惨遭波及 到处泥泥不堪 土石流还拨及一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主要道路 当时两辆巴士行径惨遭灭顶 现场陆续挖出遗体 一旁家属则是哭到气不成声 淹水也导致尼泊尔首都交通大打劫 紧急宣布停客三天 除了气候异常 气象学者也认为 毫无规划的开发导致排水不良 加剧尼泊尔气候灾难的风险 别的新闻 综合报道